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那里沽给他 3300万万进来 那时自由行在佐敦最高峰的时候 高铁时又落城又有同景 现在回落10% 算是这样 你明白 没有游客 佐敦又在封区 核心区跌了十多个% 算少了 这位真是美丽 因为那是南京街 南京街市正常时 人来人往去到凌晨三四点钟 那些人都不停来 这边不同街 有整条吃街 所以游客回来的时候 这边有近高铁站 很多时候去高铁站之前 人们就来吃吃东西 道理上是好的 道理上是这个位置 这个是大街小馆 田凭店 租金76000元 回报3.2里 近南京街 晚上就一楼 分数一定高 你问我 我说实话 这个位置 有点利益冲突 不过这个位置真的可以 2000多万的位置 我觉得低到难 我觉得起码都是一个七分位 这个真是美丽 这个真是美丽 你有机会过来看 很近南京街 真的很旺 我知道 基本上 在佐敦我买过八间铺 前前立后 其实全香港 在佐敦我前前立后 都有六间铺 沽了五间 这间有私利的时候 这么多间铺沽出去 就是唯一一间 我买家是贴了手之后 是涉养 前一点的位置 在佐敦吴松街23号 有一间叫做维亚圆餐厅 那时就成交了 那时总之 一九一八万进来 二七五零万 我沽出去 下一手 就二九五零万 再沽出去 第一间在佐敦属一宵 再转个弯 那时也是沽出去 一千一百万左右 沽了三零一零万 后来下一手 又再转了六五零万 三六五零万 赚了六百四十万 但是 新卖家 买下这间铺 只要有些少许货 你一年半左右 这位置真的可以 这个位置够便宜 那么 升下 好像是保证 没得够好一点 有些少利益冲突 不过我真的觉得 这个位置 一个七分位 盒面又大奸 这个位置真是旺 旁边有两家咖喱店 又很出名 是今时今日才二千多万 全都来着店 这些位置一向三千多万 这么旺的位置 结果回去的时候肯定行 一年半左右 买家会赚钱 我会很难很难想象买家下一手会是钱 好 各位买家 这家好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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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